为了促使国人尽快接种第三剂疫苗 指挥中心宣布从4月22日起 许多场所及活动都必须打满三剂才能进出 像是健身房以及跟团旅游 但突如其来的政策却引发不少争议及纠纷 像是已经被疫情海啸淹没的旅游业 又碰上了三剂新规定 让许多民众不得不取消行程 根据交通部统计 光是5月就有高达5成的旅行团取消 而部分不想打第三剂的健身房会员 也认为权益受损 因而转向骚保官申诉 带您来听听他们的心声 台湾疫情延烧生活变得更加紧风 连想去一趟健身房挥洒汗水都不容易 没有那个疫苗打满三剂的证明 现在要到健身房运动 得秀出打满三剂的小黄卡 或是健保快一通APP才行 因为指挥中心宣布 4月22日起要施打三剂疫苗 或者12周内打过第二剂的民众 才能进入健身房 突如其来的政策 让不少会员跟教练措手不及 现场人变少非常多 很多人都是422当天被挡在外面 我们这边教练加起来应该超过10剂 我也是没办法继续练 对教练的学员 因为我是知道要打第三剂才能进来 对所以我就赶快预约 不然你看现在都预约不到 我本来不想打 但是因为它强迫我们打 然后我工作也需要 对不然每七天要快晒一次 疫情顺习万变政策不断滚动式调整 根据罪行规定 在幼儿园 社区大学 短期补习班 游泳池 婚宴场所 托应中心等24类场所工作的人 以及参加竞商团 旅行社团体旅游 或是进入八大行业及健身房的人 都必须接种第三剂 或在12周内曾接种两剂疫苗 但被限制的业者们有话要说 你就是说什么 像我们在上面的人都跟八大一样 已经打了三剂 那我想要表达的是说 我们跟你们不一样 我们做生意是要维持生技的 我们也不像工人有该有的福利 我们也不配合我也支持三剂 可是你要告诉我为什么 它就会有会给人家一种 真的是多重标准的感觉 因为大众运输是必须 那健身房的非必须 吃东西是必须 健身房非必须 这很奇怪 它不应该是这样的区分标准 虽然心中充满疑问 但仍得遵循政策 在门口贴上疫苗规范及进入令 中央不愿意升三级警戒 但为了控制传染蔓延 想借由增加限制 再冲高三剂疫苗施打率 打满三剂就等于说 面对我们这个疫情高峰的期末考 那有谁是做完功课的 他当然可以获得比较多的自由 那这个也不是说 我没有打疫苗 就限制我个人人生自由 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子想 而是说你在社区里面 你本来就比较危险 然后病毒呢 在你身上其实会复制时间 会比较长 你拥有传染力的时间 其实也会拉得比较长 那大家可能也会在你身上 施加的一些量能 会比较多 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也是为了保障社区的安全 有医师认为保护力的提升是势在必行 但也有医师认为第三剂的加盐措施太极旧张 以目前台湾最近从1月份到现在所有的统计起来 1、2剂事实上已经奏效了 有没有需要去追加第三剂 我们一直认为说第三剂应该是留给比较重症的 医师用不同立场去剖析第三剂的必要性 但无法进入特地成狱的不自由是事实 连早就已经规划好要出游的旅行团 也成了疫苗新规的受宅户 政府官员的一句话 或是说公布的一件事情 有时候必须跟这些业者协调跟商量一下 那是否这样子会比较妥当 可以配合政府的政策来引导客人 我们希望你打第三剂 那这样子对大家都好 但是你不能限制他说 你打两剂的不能上车 你没有打的不能出去 那就很麻烦了 深煮疫情海啸第一排的旅游业者 话说的无奈 因为政策移出 原定的旅行团取消了一大半 另一半的只能拆团 因为同时团体 家庭旅游不在第三剂禁令范围内 让业者是一个头两个大 我把预计二三十个人出去 结果不去的已经取消了 剩下十五个 我要不要出 我出了以后我还是赔钱 因为我人数不足 我车子要补的话 客人不愿意补 你签元 那你不够人数不成团 那你要退我 立相机的新规定 打乱许多人的行程 更引发不少消费纠纷 这政策颁布不到一个礼拜 消保官就接到好几通申诉电话 在健身房这边的申诉案 目前台北市这边收到的 件数是十六件 那大部分都是希望能够 无条件的解除它的契约 那只有少部分是希望是要请假的 那如果双方还是没有办法有共识的话 消费者可以到所属的县市来进行消费争议的申诉 民众希望无条件解约 但部分健身业者要求收取违约金或手续费 让消费者只能向消保官求助 消保官收到申诉案件之后 会通知业者必须在十五天之内跟消费者联系协调 如果没有共识消保官在居中协调 其实它性质就是诉讼外的一个协调的机制 所以它本身没有强制力 是要靠在第三方的一个公正的主持下 那双方能够各退一步来做协调的方案 所以能不能达成和解 是要取决于双方当事人的意愿的 疫情的特殊情况让消保官也难为 但政府的用意是为了促进疫苗施打率 有意是认为除了用半强迫的方式之外 又让民众放下对疫苗的恐惧 应该要提供更多选择 其实用一些五百块一千块在某些单位来促进打疫苗的一个意愿 但事实上来讲这些都是小恩小惠 我们要做的应该还是好好的把疫苗的多样化准备好 那目前的话我们会希望蛋白质的一个次单位的一个新设计 这些像Novax的部分跟高端的部分 应该好好的让这些对疫苗有恐惧的一些族群 能够比较容易的去预约到 新冠病毒不断变异 政策只能尽量赶上疫情变化 当确诊者 居隔者越来越多 什么样的方式能让疫苗更普及 防护更紧密 在后疫情时代是各国都得面临的重要可题